SBL球季結束後 國內球迷緊接著要迎接的 就是夏天的國際籃球賽事了 而在台灣啤酒教練周俊三 接掌中華南籃冰服後 台皮主控蔣玉安 也被三哥清點為終生代的領袖之一 對於自己從過去中華隊的菜鳥 蜕變成主力核心 現在更進一步被冠上領袖的身份 小安表示會勇於接受挑戰 但領袖的奧義還在揣摩 因為我覺得自己比較含蓄一點 所以比較不太敢 就是也比較 我覺得就是比較不會去嚴苛的 就是對罵或是叫一些學長或是學弟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是 為了這球隊在拚命 我覺得大家可能都盡力了 所以做錯的事是一定會有的 我覺得可以利用另外一種方式 然後拉起我們其他隊的隊員 然後一起進步這樣 說起領導球隊重鋒獻證 除了向教練團和學商請益 才剛開打的NBA季後賽 更是由全世界最強的籃球員互別苗頭 其中那些最頂尖的球星 包括騎士小皇帝LeBron James 勇士嘎底大師Stefan Curry 和雷霆忍者歸Russell Westbrook 等各有各的領導風格 最讓小安有夠名的又是誰呢 我沒有特定哪一個領袖風範 小安確實也期許自己能夠更上層樓 套句他自己最愛的名言 我的高度決定於我的態度 展望未來小安能不能突破自己的障礙 變成更好的領袖令人期待 來訊息完採訪報導